大人 有楚国的消息 说 盈盈公主 刚遇下一子 便没了命 怎么死的 还不清楚 据我从其他途径听说 熊淮为此事大怒 查了很久 也没个眉目 看来楚王宫里也不太平啊 好端端一个孩子 怎么说死就死了 此事必有蹊跷 大人的意思是 熊淮干的 普毒尚不识子 熊淮怎么可能 做出这种事 必定是宫内嫔妃争处 此乃天助大秦 楚国那边 还希望大王能帮帮公主 公主心死久矣 已是一颗废弃 帮她又何用 与其在她身上浪费工夫 不如把精力都放在月银身上 这件事情 还需要禀奏大王吗 只需告诉大王前半部分即可 小得明白 听说公主刚诞下义子 孩子便夭折了 是啊 熊淮的心可够狠的呀 一点秦国的血脉都不给留下 你是说这件事是熊淮干的 除了她 楚宫之内 谁还敢对王的公子下手 不过 虽然我跟熊淮未曾谋面 但我料想她还不至于 杀死自己的孩子吧 大王恐怕看错熊淮了 此人为了所谓的楚国利益 可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无论如何 寡人的外甥死在了楚宫之中 寡人 一定要查个明明白白 不知道 迎公主现在如何了 对了 张仪派去的那个月银 走了多久了 已近两月 这么算了也该到林子了 对了 对了